歡迎光臨快樂大家 我是盈婷 今天我們是重機特輯 喜歡重機的朋友這集節目一定要收看 我們一台一台的新車帶你來看個清楚 但是在開始重機的介紹之前 我們先來聊聊最近如果你是四輪的開車族 或者是你享受陽光空氣洗禮的二輪族 都會遇到一些小小的困難與障礙 因為新的法規讓大家可能不夠熟悉不夠了解 一不小心就觸法 先來問問兩位喔 攝影大哥 我們最近開車真的跟行人到底要保持多遠距離 很多人都會留言說我到底要離多遠 我看到人我會害怕耶 甚至有人慢慢的在過這個斑馬線 他還離得很遠他停著不敢動 基本上現在法規已經做了調整 而且正確的實施上面 我感受起來是還算合理的 你們還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 三個枕目喔 就是只要距離行人是三個枕目 讓行人優先通過的話 基本上你就不只是合情合理 而且合法規不會被罰款 那很多人一開始看新聞看到前半段 沒有看到後半段 都以為說我離遠遠的 我不要開好 停在那好了 這樣反而變三保 這些事情一定要注意喔 那接下來還要討論就是呢 這一陣子也是具體開始執行的 大家要注意的 不管你是二輪還是四輪 你都要注意喔 超速是噴湯的事情喔 超速這些是以前呢 就是罰款攪一攪沒事情對不對 But現在的法規告訴你 如果超速超過四十公里 事情大條啊 你要被吊牌 就是今天如果是張乃婷 跟廖安婷借了一台重機 然後他騎上路之後 超速超過了當地速限四十公里的話 然後呢他這個人呢也有問題 他就被計點 半年內被計六點 他就會掉扣他的駕照 掉扣而已還沒掉銷喔 But如果他還有第二次 直接掉銷 所以大家真的不可不慎喔 現在講的是不只是騎車喔 開車也是喔 所以呢 盡量不要超速 這個ACC定速盡量給他用下去 不讓自己有超速的機會 而且超速呢 真的最大值容忍值就是四十公里 這個大家務必要真的小心注意了喔 好那剛剛講到了這個 機車騎士跟汽車用車人呢 都一定要小心 那同時呢有一個算是好消息囉 有很多重機組的其實很困擾 他車要怎麼停 因為他要停在汽車格 但是緊接而來就是在這個暑假過後 約末九月份前後呢 就要實施重機的騎士 你的重機可以停在一般的機車格上面囉 第一個呢就是把空間更加的運用到極致 第二個是會減少很多重機騎士跟汽車組之間的 一個小小不必要的紛爭喔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方向大家可以參考 那說到停車其實基本上 大家這個話題一打開話夾子都講不完 因為以台北市政府來講呢 最近也要嚴擬喔 就是停車格然後還有包括機車格 都要慢慢的減少把這個路還給用路人喔 那當然是良善的 因為讓大家空間更寬敞 但是因為現在用車人很多 所以大家其實也是心急如焚的喔 那後續他的方向怎麼走呢 我們可以幫大家持續的關注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來關西呢 為什麼這次要特別針對大家喜歡的重機來做分享呢 因為這一次算是史上頭一招 我們的國際重機展 一到了南港來舉辦囉 那南港展覽館基本上呢 這個環境是很大很寬闊的 那過去的重機展是在五股喔 那這回一到南港展覽館 你發現呢 以國際來講150家加入 有超過400個攤位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 別開生命的熱鬧 你要說品牌啊 基本上呢 比較大的品牌全部都參與了 那包括呢我們之前看到 KIMKONG關陽 那在這裡也推出來新車喔 SIGHTING VS400 還有他的電動車 IONIC 其實選項非常的多 然後以及Kawasaki 我們一口氣看呢 他好幾個NINJA NINJA們 H2好多好多 這都是要等車系的車價 也真的價值不菲喔 那包括電動的休旅重機 Energica 然後還包括了哈雷 哈雷直接在現場擺了兩台 這是台灣Only One的兩台車 有一台其實在重機展的期間 就直接被喜愛的車主給帶回家了 所以這是非常搶手的 那這回我們可以在這個重機展裡面看到 別開生命的除了是環境啊 軟硬體的大提升之外 我看到的是愛車的車友們 數值也大提升喔 因為在現場呢 不只是這個參與的品牌非常的多 甚至呢很多都是很難得看到的車款 比方HONDA好了 他在現場就擺了一台 市售版的MOTO GP賽車 RC 213 VS 那他在旁邊的兩側還可以看到 這個中上貴金啊 就是這個 這個現役車手的一個簽名喔 非常非常難得 所以就很多車迷衝過去 但是真的素質很好 沒有去亂觸碰 但是有跟它合照起來 那當然以市售車來講 HONDA的黃蜂CP750 等一下我們節目一一的帶大家 近距離的來開箱 那這一次呢不只是這個 有很多官員來到現場分享喔 接下來的交通法規 大家可能無所適從 接下來大家怎麼努力 然後包括了很多品牌告訴大家說 現在產品的進化要怎麼樣 改善大家平常日常通勤代步的需求 所以呢你會看到現場真的是非常的熱鬧 那也包括要讓消費者來到現場 不是只是車子停在那裡 擠在那裡拍張照而已 希望讓大家可以上去跨座 因為騎乘重機最擔心就是自己腿太短 好不好 自己可能跨上去或車太重 如果真的不小心有弟弟的小翻車的話 你拉不起來 所以呢這一次現場 基本上所有的車都可以跨座 那不只跨座喔 有一些品牌還直接把車子很大方的放在場外 讓你可以直接試乘喔 體驗一下到底你跟它有不夠很match喔 可以跳到真的適合自己的車款 好那話不多說今天我們節目就是不同的階段 不同的車款帶大家一台一台的給它看清楚囉 Let's go 今天我們很高興要在這邊喔 跟大家分享一些車子啊 人生不平的東西 所以呢我還有請個非常重要的朋友 那今天的掌聲歡迎艾爾加入我們 我覺得真的是青春洋溢耶 尤其是艾爾啊 他平常時啊是會騎著重機遊山玩水 甚至出去露營對不對 先跟我們大家打個招呼 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艾爾 其實呢這幾天我們這個喜歡重機的好朋友們呢 都有持續在follow我們重機展 所以包括我跟乃哥啊艾爾啊 我們都持續有在直播幫大家開箱喔 這個今年度我們覺得有亮點的車款 接下來我們等一下這個舞台結束之後喔 我跟穎婷 我要去Honda 對我還會去Honda 既然講到Honda 現場就有一個 因為有人就馬上跨上去了 這個如果連我都踩得到地的話 各位朋友們不用擔心 其實在今年的重車展喔 有很多的車型發表對不對 其實這個重量型的車型喔 在很久以前我們就一直耳溫 還要上市 今天在重車展就正式的算發表了 就是Honda的CB750 Hold Name 其實講到CB系列我們都知道 從小CB一直到大CB 其實CB系列一直給人家一個感覺 就是說它是一個非常經濟實惠耐用的街車 對不對 但是今天的這個CB750可能有一點不一樣 我先來跟大家講一下CB750的歷史 在1969年的時候喔 CB750就已經出現了 但是當時的CB750為什麼生產出來 最重要的原因只有一個 那就是什麼呢 美國市場 喔 所以那時候大概在1972年的時候 CB7504就進入到了這個美國市場 那時候到了美國之後 引起非常大的迴響 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那時候的CB大部分是以街車形式為主 什麼是街車呢 就是它有雙環的儀表板 然後圓形的大燈 就是復古的感覺 對 對你來說叫復古 對我們來說叫做什麼 是當年是不是 就是當年的時尚 對就是當年的時尚 對 其實這個車型一直到現在還是有 就是所謂的 我們都說這個 大型的這個街車啦 圓燈的這個街車 但是今天的CB750很不一樣 完全就不一樣了 沒錯 完全就不一樣了 這一次它的改變最大的在哪裡 它會以 Street Fighter的概念 跟大家重新認識 就是街道的Street Fighter 就是戰鬥的 戰鬥打架 對沒錯 不過大家可能不知道 應該是說 Street Fighter這個車型 在大概幾年前開始流行 是因為從歐洲 有很多車型開始做Street Fighter 大家可能不知道Street Fighter 跟街車去怎麼分別 其實很簡單 它是比較戰鬥性的 一個車身設計 運動的感覺 它要有街車的方便 但是它有靈巧的操控跟出色的性能 所以你可以在哪裡看得到呢 就是說 它在整個車身的結構上 它會比較接近 好像把有照的跑車 把整流照拆開 但是呢 如果加上一個 現在Street Fighter的車型 都比較年輕化一點 不再用圓形的拉燈 跟大家做溝通 沒看到了 全部都是用這種比較先進的科技 包括了儀錶板 所以Street Fighter車系 應該是怎麼說 你如果從車頭開始看的話 你會看到一個 比較特殊的車頭設計 然後一直到... 我覺得有點人臉的感覺 有點臉補的感覺 對 沒錯 然後一直到後面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是一台跑車的設計 對 從整流照一直到後面 加上尤其是這個後座這兩個洞 完全帥氣起來 對 所以這樣子說起來的話 也就是說大家就了解Street Fighter 它的這個形象在哪裡 好 那我們再來看 這台Street Fighter 應該是說CB750後內 它有什麼樣的特色 這一次的CB750後內 是用了什麼 雙鋼 其實大家知道雙鋼有什麼好處 誰知道 雙鋼車的好處 雙鋼車的好處 它會都會做高轉速的延伸 所以它的高轉速動力發揮比較極致 但是雙鋼在低速的會比較好 但是還有一個重點 四鋼跟兩鋼就少了兩鋼嘛 所以它在體積跟重量上面 可以變成什麼 又可以輕量化 更輕量化 更結實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它用橫字四鋼的話 它可能沒辦法做到 更寬 那你要作為一個Street Fighter的話 你怎麼可能笨重呢 沒錯 不行啊 不然要不要看乃哥上來 乃哥請坐 乃哥請坐 其實這台車的整備重量 大概就是190公斤 是一個很常見的街車的車重設定 那它的整個乘坐的知識跟位置 是非常像剛剛乃哥講的 過去的街車都是四鋼的 但是這一次Honda 750是做到雙鋼 有輕巧的這個車身的外觀動力 然後還有整個騎乘感受 是更加好操控的 然後除了剛剛我講到的 就是它後面的這個車殼的特色 後座這邊有兩個洞之外 前面的這個整流罩 小小的翅膀也是做一個整體的設計 它是從前到後的延伸 因為它是Street Fighter設定 它的後座已經做分離式的這個座椅 對不對 然後同樣的它在腳踏板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就是一個 跑車化的設計 所以如果是像你們 比較傻一點的騎乏的話 你們可以一路這樣子的帥氣 但如果像我輕輕柔柔的 我也可以享受它扭力帶來的便利 甚至我要跑山都很輕鬆 對 因為像剛剛我剛剛已經試坐 我們來請那個艾兒來試坐 因為艾兒是比較嬌小 對 它比較嬌小 我來看它的騎乘三角 它座高基本上是79.5 那我個人的能夠敢騎的車 基本上就是三角 三個點有碰到地 那第一個點就是前輪 第二個點是後輪 那另外一個點就是 我的其中一隻腳 所以我們先問一下 艾兒妳大概身高是多少 它說號稱160 就是號稱160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其實Honda的車還有一個特性 不只是這台CB750 它是包括所有車系都會給人家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image是什麼 你知道嗎 好上手 騎乘Honda幾乎都不需要什麼技術 我們再來看它一些配置上面 其實我們剛剛艾兒有提到 它的這個紅色的前叉 前面的 它用了41mm的倒叉 修瓦的倒叉 其實我記得以前像我們騎那種 400公斤的車 它的前叉也不過就43mm 所以也就代表它的前叉非常的粗壯 出創到它可以應付各種的路況 其實在這一次喔 因為科技的改變 大家知道Honda在科技上的成就也非常高 它這次配到的是一個 5寸的TFT的彩色螢幕 這個儀表真的很值得誇獎 現在沒有開店門 但是我昨天看新車發表這個儀表 它有模式可以選擇 是很漂亮的 這個是全新車還沒有辦法同點 不然的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原廠的那個 搭到攤位應該看得到吧 對 看一下它的那個顯示的那個螢幕 非常漂亮 而且這個螢幕最主要有一些功能 它可以降低騎士的壓力 因為什麼 它可以跟手機藍牙連線 跟你的安全帽連線 所以你可以得到很多相關車上的資訊 等於說你一騎上來 你就是個理所當然 你要的資訊什麼全部都整合了 從手機到藍牙到你的儀表板所有東西 其實在早上的直播我有說 現在在這種所謂中量級的排氣量的街車 是台灣很多消費者非常喜歡的車型 我們剛剛講到它的配色 我剛剛看了一下 它除了這個珍珠炫光白之外 它還有石墨黑 還有消光金雀黃 消光應該很好看 而且黃喔 對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是為了這個搶先發表 所以先引進了這個 正式的銷售 靠展監大概八月的時候 八月 大概八月的時候 應該就可以開始順利的去交車了 對 那在於像這種 街車的一個設定上 我相信大家都會喜歡 我們可以多跟大家交流 那我想等一下展區的展示呢 也非常的精彩 因為它包括有賽車 還有賽車手的簽名在上面 我們現在呢 就準備介紹我們的第二部車 好的 好 那我們的第二部車呢 也是今年剛發表的全新機種 是不是SOCO 其實你在去年SOCO 就有跟我們分享對不對 各位觀眾啊 我實在很討厭介紹這一個車子 為什麼 我每次介紹人家 都說讚不讚 每個人都讚 結果我都先買 我跟你講 我記得它第一次 我遇到它的那個TC MAX 我一看說 哇怎麼會有那麼可愛的車 然後入坑 我跟你講旁邊有路試 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中式馬達 然後皮帶傳動 非常安靜順暢 然後我騎 我記得騎半年 我就騎了五千多公里 很用力騎耶 電動車 因為我有八台摩托車 那台還被我騎五千公里 對啊 如果八台可以平均分到有五千 算是很認真 但是應該是乃哥有很多個屁股啦 像我們正常人 一個人一個屁股而已 他大概有十個屁股 但是啊 我又喜新宴就不得了了 我就說 大家看這台車好不好 哇真的 然後我就坐上去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在節目 找那個SINGLE 還有那個 小萊姆 小萊姆啊 還有誰啊 還有一個誰 小三啊 小三嗎 對 還有小三 你們就幾個男人 對 我們四個人 就坐在同一台車 男上加男的概念 我跟你講 那台車其實那一重寫250公斤 幸好這四個人中有我在 幫忙 因為你一百公斤 這話我們很難接耶 250公斤的零 我包了 他們幾個加起來才25公斤而已 不要說了啊 我跟你講 玩完之後 我當天下訂 你那天下訂喔 太好騎了我跟你講 這個好騎 跟這台車還有一點關係 我就很擔心 我那時候記得 我訂的時候 還過了大概半年多才交車 還要等車 所以不要再說喔 這些人有特權 沒有特權 我過了半年多 今年的四月一號交車 愚人節交車喔 對 那一台我騎了到現在六百多公里 這麼短的時間耶 對 大概四五 三個多月而已 三個多月為什麼騎那麼少你知道 因為下雨 三個多月騎多少 四月的時候狂下雨 你忘記了嗎 對對對 所以就沒有像之前那樣子 瘋狂的騎 但是那個是我覺得它是近距離騎 可是它可以騎很遠 它可以騎一百四十公里 電動車可以騎一百四十公里 電動車可以騎一百 續電量 非常的讓我驚豔 那我們這樣竟然如此 要不要讓乃哥坐上來一下 乃哥你看我坐上去好像可以坐完 他可以坐五個我耶 真的可以耶 好長喔 我覺得這個 它現在這一個是用VMOTO的這個品牌出現 所以在台灣來說的話 它是一個全新的品牌 但是最重要的重點就是剛剛艾爾講的 它的坐墊應該是同級車最長的 而且注意看它的前輪 天啊 十六吋的 十六吋的 然後這後面的輪毀是十四吋 對啊 後面的輪毀是十四吋 這台是不是跟我那台一樣 CPS一樣耶 一樣的 難怪我覺得那麼熟悉 可是它車型更 你趕快坐上去啦 那對於龍頭這樣子很輕的感覺 會不會有沒有安全感的問題嗎 我告訴你這一台跟一般的電動車 你們騎過的電動車會有點不一樣 可能大家有用過這個共享摩托車 對 它大部分很小的會用這種輪毀式的馬達傳動 你知道輪毀式馬達有什麼好處嗎 我還真不知道耶 真不知道對不對 一般我們不管是用皮帶或是鏈條的 它的驅動要透過皮帶或是鏈條 是 傳到後輪 如果是輪毀式它是直接驅動 也就是說它的起步 很快 很快 沒有鈍鐵也就算了 因為它沒有皮帶 沒有鏈條 所以它會怎麼樣 它直接出去了 沒有聲音 我們好像說電動車很安靜 已經很安靜了 它更安靜 它連那個轉動的聲音都沒有 那個轉動摩擦的聲音都沒有 而且它有幾個方便的地方 譬如說你看 它是這種單邊式的對不對 也就是說你要換輪胎 唉唷 直接就這樣子處理掉這邊 對 如果你要偷輪胎 這就是我們 中車子講的單搖臂的概念 對 我的意思是說它是非常便利的 在更換上 然後再來的話 因為它前面16後面14 它的那個突破障礙的通過性 那個地如果有凹凸不平的話 它更好過去 對 那這一台有點不一樣 就是說它更加輕巧 它對於小支族 或者是一般的上班族 在市區使用的話 會非常好 原因在哪裡 譬如說它使用的電池 是可以抽換 對 我剛剛看起來就是不大 直接可以直接抽換 這個電池我也非常認識 我幫你拿拿看重不重 這顆電池也就是我可以這樣子 帶回家去抽 你覺得我可以嗎 我來試試 可以 你先告訴我你幾公斤 我先不想跟你講這件事情 其實不輕 說真的 不輕耶 但是它的續航可以讓這台車跑70公里 可以跑到70公里 對 所以上下班兩天都OK 如果你是離家大概40公里 來回 對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為什麼會選擇這種充電式的摩托車 是因為我去換電 我覺得我很不方便 為什麼 因為我換不到全滿的電 所以我常常騎30公里 接下來的10公里我要去找 又要再換 換電池 但是這個我只要找家 如果我還找得到家的話 我就只要提過去就好 但是你找不到家也沒關係 如果你的充電器有帶著 去 去鄰居家 這個充滿也不過大概10塊錢不到 所以很省 所以甚至你去咖啡廳跟老闆講一下 可以 有點尷尬吧 老闆說我給他錢 我給你50塊 你還要找我一個便當 好啦不開玩笑 我們再好好介紹這台車 這台車除了我剛剛說的這些優點之外 其實它也有具備電動倒車的功能 一鍵倒車 一鍵倒車非常的方便 而且還有緩速前進 它的一鍵倒車是我按的 它有記憶嗎 其實它有操作 它只要一按其實它就可以一鍵 這個一鍵按下去 它就會出現 有沒有看到 換檔的意思是不是 有沒有看到 這時候你吹油門它就是逆轉 就往後了 對 好簡單喔 你放開它就是前進 這麼簡單喔 簡直 就是沒有學習的障礙啊 立刻就不要上走 對啊沒想到你都會了 我都會了 請問各位還有在座還有誰不會 然後最重要它有一個最長的座墊 最長的座墊有什麼差別嗎 來盈婷妳坐坐看 我坐一下 因為我們通常找那種屁股比較大的 來坐一下的話 它佔據的空間 先坐 你的屁股比我大吧 好 這個我是說嬌小 我可以載艾爾啊 或艾爾載我 艾爾載我 沒有沒有 我來示範一下 因為我屁股 我不要載你啊 我屁股大 我試試看 你看好 這是屁股小的 好 那哪屁股大 我屁股大的時候 因為它的坐墊夠長 可以載兩三個張胎級 我可以這樣 然後我也可以後座 坐後面一點 所以它可以移動的駕駛位置 非常大 也就是說各個身材的人 都可以去適應它 而且我再告訴大家一個比較特別的 它還支援快充 支援快充 但是我跟你講 摩托車的快充 現在在台灣並沒有那麼多 但是正在建置中 這個建置完之後 它就會支援快充 直接插了就 那個快充是有多快呢 大概20分鐘就可以衝20到80 從20%到80% 對 20分鐘 大概多了40公里 就是我去找艾爾 然後說今天過得好嗎 這樣聊個天 鄰居的店就是說 你的車充滿了 就兩個天的時間都超過 它充滿 很容易入手 害怕了齁 零壓力的入手 而且你可以看到 所以你剛剛坐上來 有沒有今天再來一個訂單 因為你每年坐一次都會買一台 來這一套 不會心動 然後第二是它的這個腳踏板 對 你剛剛坐後座 其實它的置放是非常的輕鬆 所以你如果載人是很方便的 而且你倒車的話 它不會傷到你的 車殼 車殼 它已經有做一個防倒的側邊 對 其實它就是一體式的設計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保險桿 感覺很粗壯 但是以造型來講的話 雖然它長規長 但是我覺得它整體造型是可愛的 那所以這台車呢 我們介紹到這裡 其實它還有其他的車型 在旁邊的這一個試乘區 都可以做操作 那大家可以去試乘看看 我們如果以那個身材來說的話 亭廷就非常適合 兒童用車 什麼兒童用車 這感覺看起來非常輕盈的 它好瘦喔 對 它的造型很像技術車 我跟你講這台車一出來之後 我又哇 又想買了 糟糕 怎麼辦每一台都想要 但是這一台車我是有一點那個 障礙 為什麼 人比車重 這一台只有85公斤 這麼輕 對 我們在騎越野車的時候 因為我知道他最近也想玩 對 沒錯 其實我覺得你跟我一樣不適合 為什麼 為什麼 太高大了 不惜你跨上去看看 好 我來跨看看 我們來看看 夭壽還可以耶 對 因為他很苺條啊 對 我以為會有那種 標準身材跟你不一樣 對 我本來會有一種那種欺負弱小的感覺 好像 不會耶 你好像滿適合我的 對不起 我找錯人了 而且他的烤漆可以烤成他頭髮的紫色 好搭 超搭的耶 那我覺得會滿好看的 而且這台目前 它是電動車 想不到吧 想不到 想不到 有看到這邊 你知道了 看這個旁邊這邊 我剛剛也猜啊 因為它這個樣貌感覺真的 而且 沒錯 找不到排氣管 對嘛 找不到排氣管 那你知道這台車 它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雙110 雙110 極速110 續航110 續航110 續航到110 厲害了嗎 續航到110 我記得大家可能在我們展場的外面 有這個特技車的表演 這個馬耀是我好兄弟 我有說 這台車你怎麼看 他說這可以喔 我說他們在玩那種 Cross的比賽 我說電動車現在多不多 他說好多喔 多到他想要把它拉出去做另外一組了 真的喔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不公平 對啊 因為這道車 太厲害了 一出發就出去了 我說為什麼電動車比不上油車 那你當油車是什麼 嫩的嗎 他說沒有 因為它太輕 這個在越野車世界 你輕一公斤就強 十年功力了 原來是這樣 對 像我們騎車 我大概只有兩、三年 因為剛考到駕照 像馬卡已經 對 已經騎車二、三十年了 二十幾年了 對 它功力就很盛 它一定五十歲 但是我只要輕一公斤 哈哈 我只要輕兩公斤 我就跟它一樣厲害 原來是這樣 我不要人減重 我讓車子減重就好了 對啊 所以我說 在越野車的時候 越輕越好 就跟Pan America一樣 是 因為其實越野車常常就是要這樣 然後就衝啊 飛出去這樣 所以它越輕你越好 對 通常騎越野車的時候 你站得比坐的時候多 對 所以你可以看它的坐墊細細的 對 不是偷工減料 是真的為了它 它是讓你站的時候你的 你的腳 這樣子 對 你的腳不會開 包括Pan America也是一樣 你在騎美式 你剛剛坐上來 你示範 它這邊是窄 它的前方比較窄 靠近油箱的地方比較窄 所以你站起來的時候 你比較不會被撐開 你下來的時候也很快 所以它設計了之後 比較像是技術車 感覺比較嬌小對不對 對 所以讓我又重拾這個 對越野車興趣 除了這個電動車 還有一個好處 你知道嗎 我問他們跑這個場地 電動車是不是電力會不夠 他說沒有 一圈大概五公里 五公里 比賽場地五公里 然後110 繞了好幾圈 20圈頭都暈了 還沒用完 對還沒用完 真的 所以 續航力很久 如果你要去玩的話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容易入門 我有衍生的問題 續航里程這麼好 問題是我充電好不好充 講到充電 它就是普通充電就好 它可以拿110的出來充就好 插在家裡 插在家裡 兩個小時半你都會注意玩 而且我剛剛那個報告有說 那一般它沒有排氣管 所以我跟大家講 如果你有一台車 後面裝一個單車架有沒有 你就扛上去放著 你不用等它冷或澆水 因為它沒有溫度 不然的話 我們那個排氣管的引擎很熱 你稍微要擋它涼快一點 你好搬運它 然後因為它又很輕巧 所以你一個人就可以搬運 不管你開皮卡貨車或者是 相形車大一點的都可以 或者是一般的車 你後面裝一個 類似腳踏車架這樣子 只要承重能夠承重的話 其實它是一個更方便的 它真的長的就是一個 變壯變大的腳踏車啊 對 你說對了 所以很容易可以觸動 下坡車對不對 當地有這種下坡車 然後重點來了 還有一個就是說 因為它沒有溫度 你牽到家裡面 放到浴室裡慢慢洗 可以有那個 這麼講究啊 香噗去洗它 是也不用這樣嗎 因為我們如果 騎一般的越野車啊 牽到家裡會被MAS 第一它會比較大盤 第二它漏油啊 還有油的味道 排氣管的味道 所以你不會把它拉到家裡面 所以這個可以放到家裡面 你就把它當腳踏車一樣 對 腳踏車可以去的地方 它都可以去 不怕被偷 對 偷了也沒關係啦 為什麼 因為它會說 油要加哪裡 好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這一個 手把配置 其實它這邊有一個回衝系統 跟汽車一樣 所以它在馬達的時候 會有一個阻力 然後上面有一個翅膀 對不對 對 這個翅膀跟HONDA沒什麼關係 它跟什麼 它是要你起飛的意思 超像HONDA 對 它起飛 它起飛就是說它的動力會給你更大 然後呢 但是呢 它這邊還有E跟SPORT S E跟S ECO跟SPORT 對 就是讓你在一般路上的時候 還是可以行 所以切換模式很快耶 就在右邊下面 對 但是我要遷行的時候 會 因為它扭力很大 因為我有偷偷 偷偷在外面有試乘區 大家趕快去 有騎過的時候 發現它的油門很大對不對 所以它有設計一個N檔跟D檔 所以你要讓它動的時候 你按一個D檔 它就可以動了 就是打N檔的感覺 對 那你打N檔是什麼 方便你去移動嘛 牽車 對不對 牽車的時候你就會很方便 營營你要不要試試看 真的嗎 對 這一台終於你找到 全場最適合你的車 這很像 這真的太像腳踏車了吧 所以這台車對你來說 你會有信心嗎 其實我對HALLE已經很有信心了 真的 太好了 真的啊 我可以啊 我剛剛坐到去就覺得 我好像還蠻適合那個路線的 真的 然後電動的話 我覺得如果不要吃 只是大街小巷去買個飲料 我覺得它就很方便 那太棒了 對 它停車又很方便 它這麼窄 我就不用在那裡拉人家的位置 不過它現在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它現在不能夠上路 所以大家要用貨車 因為它沒有領所謂的車牌 那我們在玩技術車或越野車都知道 很多這種車必須用載的 對 用載的 載到私人的這個場地 然後你就可以在裡面使用 那I'm sorry 我去HALLE那裡好了 但是對很多玩家來說的話 它有一個很大的 我在自己的空間 它是非常有樂趣的一台方法 它有一個很大的吸引力 我跟大家講 我騎電動車的心得 電動車跟油車來說 它的保養非常地簡單 第二 它比較不會壞 比較不會壞 對 因為油車的話 你不騎會壞 騎太多會壞 騎太猛會壞 好像什麼都會壞 但是電動車你放著不會壞 你一直騎它也不會壞 只要有電就好 它的馬達比較不容易壞掉 所以在保養跟持有成本上的話 電動車可能你就可以 像我 我不是住拐帳半年嗎 我就放在家裡面就好 不用擔心 用欣賞的 對 就欣賞 每天幫他在浴室洗澡 回憶說我走得那麼蠢 下次還要玩這一個嗎 考慮一下 可以用這台玩 對 好了之後又開始玩 所以這台車我覺得 那個報告文約一下 我們玩 你在旁邊鼓掌 等一下就去旁邊玩啊 不要等一下 我覺得我真的要 真的到山林去玩 好 這兩台車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我是乃哥 我是怡婷 哈囉大家好 我是爸咖 今天我很高興在展覽的第二天 我告訴你們 現場最貴的車 好 我直接宣布答案 哈雷 哈雷 而且賣掉了 昨天 對 沒錯 那個CBO的車系 就在現場 大家趕快去看 黃色的那一台 烤漆很漂亮 對 台灣只有一台 只有一台 賣掉了 而且它旁邊還有一台 還好現在還沒賣掉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再買 全台灣Only One的那台藍色 藍色 還可以買 Street Glide ST系列 你知道這台車有很特別的地方 什麼地方 特別塗裝 特別塗裝 它叫做Face Johnny Face Johnny 大家知道Face Johnny是什麼嗎 Johnny是一隻豬 真是沒有開玩笑 一百年前在哈雷在比賽的時候 它有一個幸運物 Johnny就變成這個哈雷的幸運物 所以我們可以在路上不是看到很多 這個哈雷的旗幟上面有一隻野豬嗎 有 其實就是這樣子的來源 原來是這樣 對 所以它的塗裝 用Face Johnny的話代表什麼 很有紀念價值 對 而且這台車收在家裡 保鮮膜包起來 等它漲價 對 我們現場這一台 台上這一台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都很難想像 他跟我撞山了 一台美式機車的品牌 竟然會出一台ADB 超帥 對不對 超級帥 而且這一台 這一個 這個哈雷出了這一台 其實融合了很多哈雷最新的科技 對應該是說今天算是我們精選 帶大家來認識 因為你認為 你的印象中哈雷應該是那個樣貌 偏偏 我就跟你一個跟你想像中不太一樣的哈雷 沒錯 你知道嗎 其實你第一眼看到它 你會覺得說 它是一台哈雷嗎 但是你要看喔 它在造型上 其實有很多哈雷設計的元素 是 譬如說 你看它的大燈 你會想到什麼 鯊魚頭 答對了 鯊魚頭 鯊魚頭的這個 我還蹲下來才看到 對 鯊魚頭的那個 陳維銘那一台 維銘哥的那一台 對啊 就是有這樣子的造型 元素 但是這台ADV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它在上面 好像又多了一個燈對不對 對 但是這個燈是有科技性的 因為它在轉彎的時候 譬如說我右轉 它就亮右邊的燈 去做輔助照明 不只輔助照明 也可以很讓經過的人知道 接下來這台車的動態 有點溝通嘛 沒錯 沒錯 所以它跟汽車很像 對不對 很有科技耶 對 而且很多人對於說 像這樣子的車子 會有壓力 為什麼會有壓力 你知道嗎 大家都覺得美式機車 像馬卡奇美式機車 對 沒錯 請問你的美式機車 平均重量大概是在 我的加完油之後 大概360公斤 跟你差不多嘛 對 沒錯 重量級的人跟車 真的 真的蠻重的 蠻重的對不對 但是台灣這種 大概120萬左右的ADV 大部分是歐洲品牌 車又大又重 這台車很輕 很輕 而且很穩 一般的ADV 大概都在250公斤以上 是 這一台只有240公斤 這麼輕喔 比歐洲的260公斤 甚至300公斤 都來得輕 都來得輕 甚至都已經輕了 三分之一油了耶 對 為什麼 輕其實對於這種 ADV需求就會更好 為什麼 如果你很重的 在這個漁野的時候 是 或非鋪裝道路的時候 其實它的壓力會很大 為什麼呢 你倒下來 一個人扶不起來 他就倒下來 對 像馬卡你也不 我覺得你有點瘦耶 所以如果你的車 如果有點倒下來 怎麼辦 通常每次機車出去的時候 會兩個人以上啦 或是大車隊 大家就一起搬 對 倒了 大家一起搬 需要有人幫忙 那如果像乃哥 這沒朋友怎麼辦 沒有 他自己搬了 我就讓他倒在那邊就好 總有人會幫我扶起來 我再跳出來 嘿嘿 車是我的 好 我的意思就是說為什麼 ADV它的重量那麼輕 其實它對於越野性 就非鋪裝路面 是有優勢的 我們來思考一個事情 一個兩百六十幾公斤的車 跟一台兩百四十公斤的車 除了輕之外 它在操控上也會比較好 就跟我們在開車一樣 需要車子要輕量化 對 騎乘的時候如果輕量化 會更容易操架它嗎 比較靈敏 為什麼 一般我們剛剛說到 歐洲的這種ADV 大部分 譬如說on-road 的需求會比較多 很少拿去off-road 但是你車如果夠輕的話 它就可以off-road 它的off-road的性能會更好 所以我們說歐洲車的 大概五十五十 但是你騎一台哈雷的話 它可能這一台ADV就可以讓你 七十個Percent是 Cash off-road 對 真的 所以在台灣 哈雷的車主應該都知道 它這台車會有常常去 去一些爛泥路 爛山路 去玩 然後轉腰去轉來轉去的 也就是說巡航的時候 它的舒服性舒適性還是有 然後但是你要去上山下海 到處跑它也很OK 對 講到巡航的話 大家對哈雷會有一個 它的想法就是說 它一定會很熱 對不對 對 沒錯 但是這一台是用水冷的引擎 水冷引擎 水冷引擎有什麼優點 我們看一下它的水冷引擎 第一 在台灣現在這種最新科技的引擎 除了馬力更大 更省油之外 第二 就不會太熱 最重要它跟車架是合而為一 所以它可以大幅 大幅降低車身的重量 其實就是這種設計 喔 是 對 除此 所以它連坐這個地方也在輕量化 對 減重 除此之外啊 我們要知道這種美式機車 我們都說比較 對 可是你可以現在去看哈雷的這個 水冷引擎 上市之後啊 是 它做得非常的漂亮 很精緻 非常的精緻 對 現場都有去 你可以去看看 新的這個1250的水冷引擎 真的很漂亮 跟車子可以互相的搭配 我們說這台Pain America 還有一些符合歧視期待的東西 對 我舉例來說 它的電子懸吊可調 我覺得還好 還好 現在歐洲幾個品牌的ADV 都有這一個功能對不對 但是呢 這一台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什麼地方 就是通常盈廷 來 你上來好了 我上來喔 那霸卡幫我拿一下 好 像盈廷這樣的騎士 騎上了這一個Pain America的時候 你會發現什麼 它要停紅燈的時候 腳夠不到地 我夠不到嗎 我夠得到啊 要墊腳尖 我屁股要下來 這台車除了有五種模式之外 它的後懸吊 在你停紅燈的時候 它會自動下降 下降 貼心吧 天啊 我從來沒有想過 電子懸吊 對 我從來沒想過 美國人會那麼貼 換車 換車是不是 你的車可以嗎 我車不行 對啊 你的車如果等紅燈會下降的話 應該就是老紅啊 對 抱胎還是老紅 對 越起越低 然後再也扶不起來 對 然後你只要一啟動 它又回復到你正常的駕駛姿 就是有什麼好處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騎車的時候 如果車是高的話 就是你傾倒的速度可以比較快一點 而且這一顆引擎 它哈雷的引擎坐在這邊 它的穩定度又很高 穩定度很高 我舉例來說 有的引擎配置很帥 對 但是它很容易在offroad的時候 受到傷害 因為它突出來了 對 不是不好 是 是付出的成本比較大 一撞到就很心痛 會有代價 很容易 倒的時候就很心痛 但是像我們這種 我們這一台要去offroad 又要巡航的 對 又可以巡航 講到巡航 它除了五個模式之外 就是說有惡地模式 巡航模式 Sport模式這些都有之外 你注意看它的儀表板 它有儀表板耶 講到又讓你羨慕死 我也不相信 美國人會想到這一招 怎樣 它有carplay 我的 這種機可以有carplay喔 不簡單 好方便喔 我們以前汽車要裝carplay 是要收費的 對 選配 慢慢才越來越多 現在大家說 沒有啊 我買車裡面就有carplay 我告訴你 你的車架裡面已經函了 已經函了 已經函了 所以 對 所以這個有carplay 是因為摩托車很少有 對 所以我們在看喔 在騎乘的時候 是 像那個 巴卡 對你來說啦 這個車 兩百多公斤 它很輕鬆啊 非常輕鬆啊 它腳本來就可以在下面啊 對 因為 你看喔 我們在騎這種巡航的時候 是 你騎的是沒有封鏡的 我沒有封鏡 所以 靠的是什麼 靠的是我的身體的強壯度 是嗎 不是意志力喔 意志力 所以啊 每年我都要說 不要看我為什麼是這種 這種 肥厚的肚子 對 其實我騎的車沒有整流罩 我是把身體 變成流線型 流線型 這才是真正的歧視 所以你說 你那個圓圓的肚子 是靠封切 不是 讓它造就的 我是取代了這一個封鏡的功能 好 那重點來了 是 那這一個封鏡 可不可以調 我跟你講 它可以調 而且喔 它是無段 可以調耶 它沒有段數的 對 我只要一放 就是隨便你要調哪個高度就可以耶 對 你看最高 好調嗎 這樣捏著然後就可以 你的角度不對 是因為 它是在中邊 對 有了 對 好方便喔 而且它很好調耶 它其實可以邊騎邊調耶 如果真的要這樣子的話 對 沒錯 嗨 各位 跨型小贏家們 看影片別忘了幫我們按個喜歡 留言寫下你想看到的車款 並且把我們影片分享給所有 你喜歡車子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隨時接收到 我們的最新資訊囉 更多車款的開箱評比市價 通通都在這裡 讓我們一起變成 WinWin跨型大贏家吧